就是因為創大調查 所以就是想要請政委 就是針對這次的一些數據 就是提供一些你的洞察 所以首先第一大部分 是針對認知度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第一題 就是今年的社會企業的認知度 就是會高 然後覺得很驚喜的 也是就是其實調查期間 是在三到四月期間 也就是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最嚴重的時候 就是我們振興方案 還沒有推出的時候 是 所以在這個時候的調查下 還是有很多人表示 就是願意支持社會企業的產品 或是服務 對 所以就是針對這個調查結果 就想要請政委有沒有 什麼樣的觀察跟想法 那你覺得這樣子的現象 可以為社會企業 帶來什麼樣的機會 對 很棒的問題 我想要從兩個層面來看 一個是說 其實我們去年看到這個調查 說大家對於社企的認同 有稍微下降一點點的時候 當時我們是有一些擔心的 尤其在就是民間社群 也有一些說 那社企就是是一門好生意的同時 是不是也能夠獲得社會支持呢 那他這個社會支持是不是 他規模越做越大 那反而就變成好像 他的社會影響力相設計 他的股東的盈利啊 或者是其他的經濟指標 會不會好像有一種 好像被又放到第二位去了 那就跟就是一般的公司治理 到底有什麼兩樣呢等等 就是去年的調查出來之後 有很多這個討論嘛 那現在我們就發現說 這個回聲是讓我們了解到說 大家對於社企是就是運用商業的模式 但是他最後還是要達到 社會創新的這個結果 就是所謂鎖定性的這件事情 那是有回聲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告訴我們說 第一個就是我們扣合社會創新 跟所謂的三重底線 這兩個本來是不同學派 那在台灣我們是很故意的 把它連在一起的這個策略 可以說是奏效 就是說因為所有做社會創新的人 他都必須用永續發展的方式 來宣布他的公益性 不能只是說他自己登陸 然後我就主張我有公益性 但是不對應到任何一個永續發展目標 這個是不太行得通的 所以就變成以前那種 有些會說那我也是社企啊 但是我覺得是公益性的人家都不覺得 但是我還是認為我是社企啊 這樣子的情況 因為這個新的登陸原則 跟永續加以扣合的關係 我覺得現在大家想到社企的時候 還是就會想到說那他的公益性是 至少一樣重要或者是放在前面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就不減反增 那不是說都是我們這個 扣合永續或扣合公益 真的那麼主要佔這個比例啦 但是這個方向至少我想是有幫助的 那另外一個方向就是說 那這個在疫情爆發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就會想到說 那尤其是本來是社會創新的組織 他剛剛開始發展他的產品或服務的時候 那疫情是影響很大的 可能是影響最大的 因為他還沒有進入一個穩定的供應鏈嘛 那這個時候我們也看到說像設計三倍券的時候 很多人會告訴我們說 那我很想要捐三倍券抵稅 我們趕快就去找財政部弄了一個函事 那或者他選數位三倍券 像我自己就是刷三千不想領兩千的現金 而是捐兩千塊出去 給我們的社會創新組織四十分之一嘛 那所以當時我就上了很多節目 背了很多次他們的捐贈嘛 5942140 那所以這邊也告訴我們說 就是大家會很願意出門跟這一些社會組織說一聲 你們這段時間辛苦了 而且是要類似當面講 所以我們說就是大家會很願意服務的話 不管是透過暖心禮合或者什麼透過別的方式 我想大家都很願意去告訴他們說 就是在這一段時間我們特別想著你們 因為知道你們最辛苦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社企帶來的機會 就是說他只要能夠證明說 人家第一次覺得你很辛苦這樣子接觸你 當然你的品質還是要好啊 所以你要掌握這個機會 那接下來變成供應鏈或者變成BD啊 等等這些你還是要端得出 就是讓人願意推薦出去的嘛 不然的話他用了 如果平均不能推薦給超過一個人的話 那你的R值還是小於一啊 R值小於一就沒有辦法達到病毒式行銷 開這個玩笑不是很合疑 但是台灣疫情控制得當 所以我還可以開這個玩笑 對那所以這個就是要大家好好把握的 是不是了解 那另外也就是延伸剛剛的問題 其實就是社會企業跟社會創新在這次的調查 也是分開來就是對民眾認知度做一些詢問 那剛剛是說社會企業的認知度跟支持度都有提升 但這次其實反而對社會創新的認知度稍微下降了一點 對我覺得這蠻好的耶 因為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社會創新組織 它組織起來如果能夠辦成一個 先不要講企業事業好了 事業稍微比較neutral嘛 企業感覺就是你要接受投資了 但是事業的話 你群木啊什麼之類不一定是還錢嘛 有的時候是就是還一個怎麼講 這個要用一個比較好的講法 就是還一個內在酬賞 對 就是還一個成就感好了 那像這種也可以叫做事業嘛 所以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其實它在社會狀心的組織階段 它當然是可以透過倡議 可以透過論述 可以透過等等東西把人聚集起來 但是它不能就是 如果它未來要成為一個社企的話 它不能一直停留在 只是組織人的這個階段 它還是要組織市場的力量 也就是組成一個事業體 那至於這個事業體 要不要採取允許投資的形式 這個就看它了嘛 那有些適合有些不適合 那但是無論如何就是說 如果它組成了一個事業體 它透過這個事業的服務跟產品 接觸到消費者to see這段的話 那民眾的認知自然就上漲啊 那它如果還在倡議者這邊的話 主要還是政策制定者或者是其他的學界或倡議團體等等 會對它的這個主張有所認知嘛 那所以就是說當它真正已經商轉了 我們用一個就是完全市場導向的詞 當它商轉了之後 當然大家認識的就是從它的產品跟服務認識它的理念 而不是只認識它這個創新的理念 對 所以我覺得這也表示說我們這個funnel 就是有在運作 那我覺得未來就是大家都是從產品跟服務來認識理念 會變成一件很理所當然的事 就不是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可能會超過二分之一的人 覺得本來就應該這樣 那那個時候也許就是社會創新組織就會再去探索 就是更目前市場還無法接受的一些新的東西啊 像什麼分散式帳本什麼東西的 對 那但是在就是產品跟服務方面 我覺得並不是什麼壞事 就是表示本來只是社會創新 在倡議或者還在育成的東西 現在慢慢讓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它變成了社企這樣 是 所以這樣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社會創新組織來說是一個機會呢 對 就是說這個也告訴我們說 也許我們在社創組織跟社會企業中間 我們可以有一個像中小企業處最近的那一個條例的名稱 就叫社會創新事業 對 就是說當你研發出產品或服務 但是你還沒有第一個組織外的投資人的時候 那你把自己叫企業也有一點怪 但是你也不只是一個社會創新組織了 對 那說不定你可以把自己叫一個社會創新事業 那就是這個中間的這個部分 我們還在想 就是這個也要跟大家一起討論 不是說我們說了算 對 但是就是有一個很明確的過渡 就是如果你要一直去做研發跟就是倡議 那這樣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如果你要商轉的話 那中間有一個不分公司合作社或者協會或基金會任何形態 你只要願意開始進行事業 我們就給你一個位格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蠻重要的 那這樣以後大家就知道說那社會創新到創業 到大家看到的企業中間是有一個很明確的路徑可以依循 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要這樣走 有些人是當補師嘛 也不是每個人都是輸出嘛 對 那但是就是要輸出的 那可以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一條路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一定要扣緊社會創新四個字 就像我們大部分的技術創新 現在也不會特別說是技術創新 我們就叫創新 那我們的產業創新 當然我們有五加二的就是產業創新方案 但是其實也很少有人叫產業創新 他就叫創新 對 所以其實不管是產業的技術的 社會的創新 如果大家都叫做創新的話 那其實我們推動社會創新中方案的目的就達成了 我們之前是有點交往 就是過正的那個感覺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特別想到社會創新 就是因為大家想到創新的時候 都想到產業跟技術 沒有人想到社會部分的工藝性質的創新 對 那但是如果現在大家想到說 有這些東西出現的時候 本來社會創新就是創新啊 那以後說不定回到用創新兩個字就很好了 哦 了解 那再來就是針對SDG的部分 因為其實這也是一切的聯動 因為像今年是因為社會創新能量蓬勃 然後也越來越多人開始認識SDG 然後都是大家比較越來越知道的一些事情 所以針對這個SDG的部分 然後這次調查也有調查民眾對SDG的關注 然後還有社創組織的隊員 那我們就是也發現 其實民眾關注的大概都是跟去年一樣的就是教育 經濟成長還有消除補充 那社創組織本身認為自己比較長根源的是可能永續城市啊 然後負責任的消費生產還有良好的健康組織 那就會發現其實民眾跟社創組織之間的關注度好像沒有重疊 那就是也想問政委對於這樣子的調查結果 應該說第一個是SDG對民眾還有對於社創組織來說是不是有不同的意義 那再來就是他們民眾認知跟社創組織投入領域的一些差異 就是政委有沒有什麼觀察 當然我如果是個人的話 其實SDG它數字蕴含一個排序嘛 它數字越大你越難一個人做到 事實上是這樣嘛 那尤其是最後面的那幾個大概你不組織起來是不可能做的啦 那就是每個人就是做的如果不向彼此給出交代的話 說不定還彼此抵銷呢 後面的那幾個都是這樣子 對那但是前面的那幾個 就是從一到九大概都可以自己做 所以就是說從個人的視角跟組織的視角 我想一定是不一樣的 因為社創組織按照定義 它本來就有把人組織在一起的能力 所以對它來講就是組織起來之後 我們從怎麼樣子消弭一切形式的不平等 怎麼樣子有永續的城鄉 怎麼樣子有循環經濟 怎麼樣子對氣候變遷做出一些行動 照顧我們的大自然 不管是就是在海面以下還是在陸地以上 然後去做一些即時的當責的 包含我們開放政府的工作啊 甚至最懸的第17個就是達成目標的夥伴關係 這些都是你的組織能力越強 你越會往數字高的移動 那如果就是你的組織能力沒有那麼強的話 本來就是一到九一定是你最關心的 這個在全世界都是這樣了 也不是只有台灣這樣 就是了解 那另外因為其實本來這一次 本來是想要邀請各個生態圈的代表 一起針對這個調查作品系 但是因為政委時間的關係 所以外來採訪政委 但其實前天我們也有 就是像邀請了火水的瑞 然後直接跟小金還有風格 汪浩老師也有共同這些題目有做一些討論 那在這次討論裡面大家也有提到 因為其實SDG就是一個國與國之間 比較像是國與國之間溝通的一個工具 所以也想好奇就是問一下政委 就是對於就是SDG跟可能台灣政策結合的這個面向 有沒有什麼樣的想像 或是怎麼樣可以跟政策更有結合的這樣 其實不要說國與國了 就連我們部會跟部會之間 也是因為SDG的關係 才讓對接變得比較簡單 在USR計劃每一個都扣合到特定幾點幾的 永續發展目標之前 其他的部會要來用教育部的USR計劃的管考項目 是非常困難 因為那等於全部是執行的東西 那但是當他非扣合SDG不可之後 那他只要用這個鎖影稍微快篩一下 就知道哪些老師在做的哪些USR 跟我的部會的計劃有關係 這個是非常非常實際的 就是他是在省我們管考的時間 那同樣的對於就是地方政府 要寫他的VOR就是資源報告 目前有三都有寫這個 同樣的就是他去撈資料庫裡面有扣合的部分 事實上這個我們還有專門的新創 什麼永勳智庫專門在做這件事情 對就可以自動產生出一份就是人模人樣的 這個就是自願在地報告 那現在公司治理的3.0 甚至接下來就要開始有永續版了 一定規模以上的公開上市上規公司 他不能不用SDG來擔任就是他對外交代的方法 目前是自願嘛 GRI五成多的人用嘛 那接下來一定規模以上你沒得挑了 你就是用SDG 對那所以這個共同與會 也是在我們台灣境內 從最大的上市上規公司到最小的社會創新組織 甚至還沒有產品跟服務 都可以共用的一個與會 而且因為就是永續版的這個概念的投入 我想未來在這方面的不管是投資也好購買也好 等等的這種市場的所謂的耐心資本而只會越來越大 那就不會只有這個就是個別的影響力投資界在那邊做 而是說只要足夠大的上市規公司 根本都按照定義變成以SDG為指標的影響力投資人 是 是 是 了解 那針對就是認知度的部分 這一大題的最後一個部分其實是想問政委 就是以政府的角色 你認為還可以用什麼樣的方法去提升民眾 根本什麼東西的 對 那但是 對 SDG 或是對社會企業的了解跟支持 對 其實就是像我剛剛講的嘛 就是說對於社會創新的事業 因為事業就是跟民眾開始有相關了 那不管它是什麼組織型態 我們講企業感覺還是要有投資才叫企業 雖然後來我們有一點修改這個定義 就是表示本來只是可以主張自己是社企 但是就是從合作界的角度來看 我為什麼要把自己叫做企業 對 所以就是我們現在是有一點取一個 就是既不是NPO 也不是純粹以營利為目的 但是總之你跟市場有交易嘛 那這個就叫事業嘛 的這樣子一個好像中間點吧 對 那所以我覺得社會創新事業的這個概念 我覺得蠻好的就是說 它把我們以前在講社企的時候 我們說要有mission 要有market 要有measurement 對不對 那這三個部分它都有做出來 就是說它的mission 當然就是它的社會性嘛 就是它的公共利益性嘛 對 那它的market 就是它的事業的部分嘛 那最後它measure出來的 可以讓別人參考的 那就是它的social innovation 就可以擴散的那個東西 你看了它的永續報告之後 你學到一招辦事 那你也可以做啊 說不定比它的產品還好賣呢 那這個就是社會創新裡面 擴散的那個部分 那所以我會建議說 大家也可以開始往這個角度去想說 我們如果在以前就是社企入法的時候 就是三個部分 mission market measurement 各自有各自的學派嘛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我們是不是有可能 在這個社會創新組織的登錄平台 已經運作了一陣子 而且要點也已經規範了一兩年之後 我們去拿裡面的 大家都沒有爭議的那些部分 然後把一些比較過時的 像說農天水利會把它拿掉 然後之後再加上一些 就是讓大家可以比較清楚說 它怎麼對應到我們傳統的 以盈利為目的跟非盈利為目的的組織 的這種位格 把這個橋接弄清楚 確保說我們沒有遺漏到任何一個人 那至少我們現在在社創組織平台登錄的 所有已經有產品跟服務的都會被納入進去 如果能夠達到這樣子最高的很榮幸的話 那接下來就是網法制化就比較容易 那這個叫做惡瓜多模式了 那之前我們先從要點開始 也是因為希望透過要點 來讓有些可能被遺漏的人 可以趕快舉手說 我被你們的這個要點遺漏 你趕快給我改一下 那後來還真的發現一些 有一些是什麼協會控公司的狀態 什麼之類的 反正我們都一個一個進行調整 所以到現在我覺得已經慢慢比較凝聚了 所以我覺得以後社氣這個概念我覺得還是很棒 因為它是我們最大的branding 那而且大家最能夠理解 那但是我們在法律位格上面 就是確保說不會因為社氣的氣這個字 就讓合作社型態或其他的型態 覺得沒有被含融進去 那這樣的話我們才有可能真正把 所謂的社氣入法這一里路 再往立法院那邊再走一步 是是是了解 好那接下來的部分 就是想針對社會創新組織營運的部分 就是詢問一些政委的意見 那首先就是調查結果有說 就超過七成的社創組織營修 來自於產品跟服務 所以也是有回應 對真的變成事業了嗎 對變成事業體 不是只靠捐款跟工部門補助 沒錯沒錯對 所以其實對於這樣子的想看法 跟就是還有另外一方面是 就是在剛剛的那個調查底下 也有發現其實有開始獲利比例的業者 就是有登錄社創組織的這些業者獲利比例 也有持續的上升 然後所以就是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針對這個結果 就是政委有沒有什麼樣子的觀察跟期待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部分是 政委覺得其實對組織來說 登錄社會創新組織的這個平台 有沒有哪些優勢跟防止 對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先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並不是好像 唯一一個可以登錄的地方 有很多別的地方可以登錄 那但是在就是有很多地方 可以登錄的這件事情上 我們好比像說 我剛才有提到的中企的信保基金 他的那個信保的保證的那個要點 他就有講說 如果你在我們這邊有登錄的話 那你就可以試用我們的信保的一個 特殊的一個專案 所以至少在融資上面 就是資金融通上面 是已經有很明確的對接到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那麼重要 就是因為我想大部分的社創 在一開始的時候 融資不管你的事業型態是什麼 永遠都是需要的 這個是就是部分型態 都一定會用得到的東西 那像如果有登錄那就有 那如果沒有就沒有 那這個是蠻現實的 所以這個是這樣 那但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不是只有中企處那個可以登記嗎 好比像說同一個這個保證要點 你有說如果你在B-Lab 有取得B-Lab的認證的話 那那個也算數 所以好比像說如果你是一個 就是只專門做B-Lab認證 但是還沒有來得及來我們這邊登錄 很可能是因為當時B-Lab 還沒有變成SDG導向 但是他們現在也變成SDG導向了 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也交叉承認 也交叉承認 等於他們也來用SDG了 那我們也承認說 如果你本來就已經登記成B-Lab 當他們還不是以SDG為平衡積分卡的時候 那我們也貸款給你了 那所以簡而言之就是說 我覺得因為工部門現在開始了解到說 你只要扣合到這個登錄 那至少就表示說你每年給的出交代嘛 給不出交代 那當然我們也不能有法則 因為不是法律 但是至少可以就是把你取消登錄 然後遊街示眾 我是說那個在網路上等等 對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個資源盤點的部分 其實就有相當多嘛 那其他像B-In Power啊 共同供應契約啊 這個輔導啊等等 那這些都已經增加變成 要嘛是專屬才能夠使用 要嘛是他變成其中一個可以使用的 這個類別 好比像說原民會的創架啊 或者是經管會的創規版啊 等等的這些事情嘛 對 了解 所以就是針對他們一些可能 品牌跟拓展知名度上面有還蠻大的一些幫助 就是咨詢輔導 經費補助 獎項競賽 投資融資 其實全部就是你想得出來的大概都有啦 我們有一個社會創新組織登錄原則政府資源盤點表 裡面有洋洋撒撒一大堆東西 是是 那這其實就是對應到下一題 因為其實政府就是在這個社創生態圈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角色嘛 那這次的調查結果也指出就是剛剛也 鄭文其實有提到就像資金融通 行銷跟消費市場都是社創組織比較需要的一些 應該他們現在比較主要在面臨的挑戰 那就是也想要請鄭文就是可能再分享一下 就是在面對這些組織裡面的挑戰 那作為政府的角色可以提供什麼樣的資源 不管是在教育推廣在社選建立或是資金的提供上面 這樣 我理解啊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如果講的是說各部會可以提供什麼角色的話 那我的方式就是把這一份PDF打開 然後唸一遍 那為了節省我們兩個的時間 我建議我不要把這個PDF打開唸一遍 對對對 那但是我覺得除了這個PDF裡面所寫的就是關於限制只有有登錄才能使用 或者是有登錄的是絕對可以試用的 但是還有別的交叉承認的部分 或者是有登錄就可以加分 或者是作為計劃績效參考的審查項目 或者是可以提高額度 那或者是提高搭配投資比率 我想這些都不是憑空而來的 而是我們透過一次一次的社創巡迴 透過一次一次的office hour 大家告訴我們缺什麼 然後我們就補什麼 因為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對於這些社創組織 我們是全力支持 絕不主導 不會因為就是我們要大家長怎麼樣 就變怎麼樣 那好比像說像韓國其實他也跨組織型態給了非常多政府資源 可是他SDG裡面根本只挑一個 其他的都不算社會企業 對那但是在台灣 我們就是他們是做促進弱勢就業 對那除了促進弱勢就業之外 都不在他們這種跨組織的這個資源裡面 那那個都變成到到民間去找 那但是在台灣的話我們沒有這個狀態 我們是不管你要解的是哪一個題目 如果你覺得說現有的就是政府的計劃等等 沒有把你的方法考慮進去 但是你又真的能夠扣合到永續發展目標 那就是我們要修改的 但是我們不會很主動的去說 只有解哪個題目的我們才去補助 因為不然的話就變我們主導了 那這樣我們多投資以前你就變國營事業了 這叫國進民退啊 我們似乎不做這種事情的 對 了解 好那我再參考一下 我剛剛快速提供的那個PTF 好那就是很快的就是來到下一個 因為其實今年有特別就是跟去年不太一樣 就是有特別調查在人才需求面 然後這其實也是設計了 就是今年有特別做一個人才相關 社會創新人才相關的一個倡議 所以其實就是以現在的這個趨勢來說 有越來越多人願意投入就是這種有影響力 然後可以回應自身使命的工作 那對於社創組織來說 其實他們也越來越 因為他們發展越來越蓬勃嘛 他們也越來越需要人才 那其實我針對這一點就是詢問他們 其實他們就是最缺乏的人才就是在行銷業務上 那就是也想問鄭文在人才這一塊 就是你作為你的角色有沒有看到什麼樣子的觀察 那對於就是行銷業務來這方面的就是缺乏什麼樣子的建議 對 首先就是我也要恭喜申氣流 這個歷世代這個詞這個R值顯然比較高啊 那不客氣的說比碳氣時代高不少啊 那我還記得碳氣時代 對 碳氣時代感覺很就是很 感覺那個腦裡的感覺就是悠悠啊 那歷世代感覺是樂樂啊 樂樂的R值比悠悠高 這個是學界通念啊 對 所以我覺得社系流本身也就是 創新利他數位解決領導都有所增進 對 非常棒 對 好 那對不起 把他拉回來 對 我是覺得這樣子 就是我們在行銷的時候 因為我最近就是也開始玩Instagram 那我現在發現說 其實大家最喜歡的那種記憶點 並不是只對他個人有意義的 如果只對他個人有意義的話 他可能會收藏起來 可是他不會分享 就是幾乎一定要有利他跟創新 這兩個特色 那大家才會願意分享 也就是說你越利他的創新 也就是社會創新啊 也就是社會創新啊 就是越向社會創新的創新 那大家越會幫你推廣 那像那個唐鳳茶 那個超有記憶點 那個馬上兒子就飆到不知道多少 這樣 對 但如果他本來叫什麼 這個飲水機 及飲水品質地圖 我跟你講沒有人理你 對 對 所以這個故事就告訴我們說 確實就是領導力解決力數位 那個當然都很重要 但是特別就是 你把你的創新點 何在 講得出來 以及把那個利他的程度 是多少 講得出來 這樣子你就會 免費獲得 好比像說阿滴他妹妹的推廣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他就完全不用看稿 就把先乳方的那個社會使命 倒背乳流 念出來 然後一講 原來是他的供應商 對 那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我們說供應鏈整合 真的很重要 因為對網紅來講 他也希望能夠在20秒裡面 有一個記憶點 那這個記憶點 最簡單的 在行銷上面 就是這是一個利他的創新 那大家越分享 這個就越大家 越有好處 冰桶挑戰也是這樣 如果他沒有利他的特性的話 你拿冰水往身上潑 到底有什麼意義 沒有任何意義 但是你把它連到 劍洞人這個利他的使命 忽然之間 大家都很願意幫你 分享這個訊息 所以大概我主要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行銷 他必須不是傳統上的那種 好像你先了解了你的受眾 然後才推送精準的訊息 因為畢竟你要轉換的 不完全是他立刻購買 而是你的理念的倡導 如果你念倡導的話 他後面那個轉換購買 會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如果你特別只是要 強調你的產品品質很好等等 那對也許你的消費者有好處 但是他不會特別幫你去行銷 所以就是這種二創三創 四創等等的這樣子的力量 幾乎完全來自於把這個利他的特性 講清楚 給得出交代上面 所以你越能夠在短時間裡面 把這個利他的特性核在 以及為什麼你的這個做法 都以前從來沒有看過 原來也可以這樣做 這樣子做出來 那這樣這樣子的行銷就越容易成功 是是是是 所以這是針對行銷人才的部分 那鄭偉爾對於其他就是想要投入這樣的領域 其實不是過去我們比較常在提創業者 但其實還有很大一群人 那就是每個人就是做的 想要進入這樣子的領域去貢獻自己的專長 那鄭偉爾對於這樣子的主權有什麼樣的建議 不過其實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不一定他的創業就是他要是一個小團隊 我覺得大家覺得創業就是一個小團隊 這個想法可能在現在有一點點過時 因為首先如果你是群木的話 就是所有幫你出錢出力出主意的人 到底算不算你的團隊呢 如果算的話 你一下子就是一個超大的團隊了不是嗎 那但是就是你的這個團隊 只是不聽你命令啊 但是如果你的hashtag取得好的話 那他其實等於你所有的研發 試料等等的成本 都是這些朋友們吸收 那所以這個時候就是好像創業 就是幾個人在那邊爆肝的這個印象 尤其當你在做社會創新的時候 似乎沒有沒有那麼必要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好的透過利他的創新 來組織社會的能力的話 那別的就是什麼解決領導數位什麼東西的 自然都會有群眾幫你做到 事實上社會流就是這樣成功的 所以你們應該蠻了解的 對 那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可能要多少對所謂創業就是幾個核心團隊 在那邊爆肝 這個可能要稍微鬆動一下 可能還是有 但是很多是要集思廣益 是你的大的受眾這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內部創業 叫做intrapreneurship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 因為如果現在就像我剛剛說的公司之底3.0 很多大公司 他現在得用內部創業的方式 想辦法說那我到底要怎麼往SDG做回應 我要怎麼樣連結現有的這些社創家的資源 我的這個創新方法 我企業內部可能有點轉不動 但是外面的人如果對我的企業有批評指教 你行你來啊 我們趕快做一個策略聯盟 說不定還可以獲得亞太社會創新合作獎呢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這個你們好像是不是還叫破框者嘛 對不對 就是好像那個三體裡面的那個什麼破壁什麼東西 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 就是他也是一種創業 只是他用的是大的規模的組織裡面 既有的資源跟人力 但是做一個完全不同的橫向串聯的應用 那這個就是我的專長啦 對我在行政院就是做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可以有更多的像我這樣子 在大型組織裡面 但是用橫向連結跟開放式創新 那只要確保說各個部會的使命 因為各個部會也都是利他的 那跟各位社會創新者的使命能夠扣合 那我覺得破框者就可以去跟剛剛講的 就是小規模的做開拓的 或者是說已經組織起來用hashtag去進行連結的等等 那可以有更好的搭配了 不會變成好像一定要是組隊打怪總是固定角色 可以說是多對多的這樣子的一個我們叫small world network 一個小世界網絡的一個連結 對 是不是了解 那還有一個就是在進入最後的結局前 其實有一個沒有出現在提綱上的問題 但是近期就是比較常被討論到 跟也比較好奇的 其實就是一個是 因為其實也因為政委的關係 其實台灣的社會創新能量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就越來越高 所以就是有兩個問題想問政委 一個是政委觀察到目前的台灣社會創新是如何在 就是國際上接軌 再來第二個問題就是那政委期待看到接下來 還有什麼樣子的社會企業 社會創新或組織上面的合作是在 國際上可以就是有一些串聯的 然後其他看到什麼樣的效益 對相信大家都知道說 我在剛接社會企業行動方案 並且改名叫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而且跟中期處決定不要自己搞一套 而用sdg的那個時候 我就自己印了名片 就是十七色輪 然後底下寫台灣Can't Help 而且還自己印T-Shirt 而且還自己印貼紙 就是完全就是那種 本來是想要邀請 引導人就到處發 但是確實 因為這個是以前沒有連結過的一件事情 以前我們只有最多最多 就是在WHO的時候說 Health for all Taiwan can help 簡單來講就是sdg3 如果你不來學台灣的健保制度等等的話 你在2030年達到sdg3 這個不太可能 所以台灣一定要加入WHO 大概是這樣子 那確實衛福部醞釀這個很久 但是這個還是以衛福部為主的 這樣子一件事情 但是當時我們決定 把社會創新的方法用sdg之後 我們就把Health for all 變成它就是17個 我們可以幫忙的東西裡的一個 但是裡面的其他任何別的 我們也都可以幫忙 而且這個並不是憑空亂講 而是我們看我們的 不管是自願檢視報告 或者是社會創新組織的登錄 或者總統被黑客送 或者usr或任何用sdg扣合的 我們都真的看到全部17個 台灣都有能力端得上 國際的檯面的團隊 所以我們的組成真的是 17項都有台灣Can Help 不像一些比較小 小金還有風格 專注做兩三個這樣子 對那所以就一路從 就是最最基本的sdg123 那這個當然有非常多 社會部門的朋友 早就在做非常久了 而且其實在國際上都非常有名 而且聯合國都進得去 跟我們的外交官不太一樣 對那但是就是後面的 我們外交官也有進去的 對那然後我們後面的 就是到最近的就是 大家都在關注的 民主本身的創新sdg16 那以及我們怎麼樣 結合跨界的資源 一起不用封城就可以防疫 而且經濟竟然還有成長 那這個是sdg17 17你如果不做到的話 那你勢必就會做到一個 必須兩邊要打壓一邊 你為了經濟要犧牲社會 或者你為了社會人權 什麼要犧牲經濟 這個是各國如果沒有做到sdg17 都必須面臨的一個兩難 那台灣因為sdg17 是我們最最最基本的一些 唯天到晚全sdg17的顏色 那所以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現在在國際上的 一個主要訊息 就是說你不用犧牲任何一個部門 即使是像疫情這麼嚴重的事情 來的時候 如果你相信你的人民 能夠提供社會創新 相信你的產業能夠 國家隊提供產業創新 那到最後 他們組合起來的這個解決方案 就可以讓你不用犧牲經濟 也不用犧牲人權 等於同時達到sdg316跟17 那這個是我們對外的一個非常強的論述 那這個論述 我猜聽過台灣CanHelp的人 說不定比聽過社區的人還要多 這個也是有可能 所以等於台灣CanHelp變成我們 就是sdg對外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hashtag 當然裡面就是那些參與 紐約時報群幕的朋友們也起了很大的貢獻 對 了解 感謝政委 那最後就是不免俗的還是要請政委 就是對於未來社會創新的發展 就是給一些期許跟想像這樣 對啦 其實不用期許啦 因為這是按照社區而講法 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 真的真的我們覺得是確實 因為今天這個設計研究院才剛訪談我 問我說對於青年這個世代的想法 我就說青年決定向量 我們這些老的這個提供能量 就是這樣 就是說對青年來講 就是任何企業在獲利的時候 如果他袖手旁觀不去解決環境社會問題 那就已經叫做沒有良心 不是他去破壞環境社會才叫沒有良心 去發展目標之前 其他通念 所以我想這就是未來的方向 那真正是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是一樣還是我那八個字 全力支持絕不主導 大概是這樣 了解 謝謝政委 那最後最後 因為其實是回應剛剛說 我們在前幾天也有一些訪談 是就是 其實也有提到說 其實現在民間的能量算是已經很蓬勃 那政委也是一直都貫徹的就是 其實就是政府絕不主導 在全民支持的部分 那政委 我覺得有哪些部分是 比較像是屬於政府應該要著力的部分 不是由民間來推倒 我覺得接下來立法院還是要進來 他們之前給了我們一個主角的一個附帶決議 說一年之內要把法治化 就是給出一個交代 那我們就對內就是對各方利害關係提供一個登錄 那對外這個給了一個要點 以及搭配這個要點的一個很長的PDF 這個就是剛剛給你的那個 對 那所以等於對內對外都有交代 雙面交代 那所以就是在行政院來講 大概我們能夠做到的是目前到這裡了 那在接下來如果 好比像說我們要對於登載不實 或者是說對於這個登錄沒有貫徹 或什麼東西要有一些法則的話 因為行政規則是不能夠定法則的 這個法則要回到可能就是各個不同的組織 或者是登載不實罪等等的這些東西去做 那確實民間有一些聲音是說 你在登錄一年才看一次嘛 而且這個看也是有人就是發現不對勁了 我們才會去看嘛 我們不可能很有系統的這個五百個 全部都去做量化統計啊等等 那但是如果他們有一天要變成大的上市櫃企業 那他們得超限部署吧 因為到那個時候這所有人都會看了 對那所以就是說 對於這些還是比較中小企業的 你要給他怎麼樣子的誘因 讓他超前部署 用相當於上市櫃公司的 類似永續版的那個方式 但是當然那個規模是 在他的就是可以負擔 不是說要花那麼多錢去製作的 那種報告裡面去做出來 並且引導他去說 其實因為大家都在這樣做 所以你這樣做也沒有特別成本高 的這樣子一個方式 那我覺得還是要搭配至少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剛才講的說 如果有個法律位階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至少更多的法律位階的東西 而不是我們規則位階的東西 就可以搭配上來 這個時候登載的密度或強度 就可以變得比較強 尤其因為法律可以有優先試用 所以他可以說 在某些情況下 當你真的是一個 社會創新的事業的時候 縱使你是好比像說合作式的形態 但是經濟部的某些 這個就是措施也必須適用於你 為什麼因為法律位階可以這樣寫 那但是我們在要點位階 不能這樣寫 那他只要隨時在說 沒有我們回去看商業登記法 我們回去看這個中小企業的促進法 沒有這一條 那這件事就結束了 合作式的形態還是沒有 那同樣的也適用在協會形態 或者其他 總之不是公司或商號 或有限合夥 形態的這個社會創新的事業裡面 那是比較可惜的 因為畢竟並不是所有SDG的題目 都適合說你多投資一塊 就真的可以多創造出一塊的效應 有的時候他就是 重點是他能組織多少人來一起做 而不是他能夠組織多少錢 到他的銀行帳戶裡面 那這些題目我覺得還是值得 我們給他一個就是法律的圍結 所以我想接下來的部分 可能就是我們會在社創的聯繫會議 開始進行這一方面的討論 因為我本來就告訴立法院說 我們經過這幾年的檢討之後 如果大家都覺得這個認定方式 大家都不反對 那我們會進一步的去推進法制化 那這一點大概是接下來政府可以做的 不過這個政府就到立法院去了 就不一定是行政院了 了解 好 感謝政委 已經很快速的把所有題目都問完了 好 非常開心 謝謝 那我待會再研讀一下政委提供的PDF 好 沒有問題 好 那我想後續就是你們大概什麼時候出刊 我們應該這兩個禮拜就會整理好 因為我們會分成上下篇 就是針對認知度還有社會創情組織的挑戰跟經營分成兩篇 那九月底之前一定會先發布上篇 好啊 那你對於我們這個影片的公開 你會偏好說我們就直接影片出去 還是你會偏好說我們用文字出去 我沒有任何偏好看政委 好啊 那這樣我想就用影片吧 就是因為我這個背景看起來也不錯 我有環心燈啦 你那邊光線看起來蠻好的 對對對 這是一個視覺時代 所以我們就直接 我會放YouTube 然後放Unlisted 然後你的文字出去 然後可以的話 你如果現在可以給我時間 我就直接設定那個時間公開 如果不行就稍後告訴我這樣子 好 那我在 我可能稍後再進去的時間 好啊 謝謝 謝謝你的時間 謝謝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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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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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flexibility